每日起床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迎接每日新的挑戰 作為一個腫瘤科醫生 我最希望的就是醫治更多的病人 健康的身體當然重要 但心理健康也不容忽視 我獲邀成為五兒孫書院第二任院長 讓我更可以全面貫徹自己的熱誠和信念 以生命影響生命 我有機會將書院中庭小白屋 命名為余逸芳 就是希望每位同學和同事都有健康的身體 以致他們可以實踐他們的夢想 在每日繁忙的生活之後 我都希望有些個人獨處的時間 給身心靈充電 我期望書院的同學可以把握四年的大學生活 積極投入書院的活動 找到自己的熱誠 也就是找到心裡的那團火 每天起床 希望同學可以向夢想邁進多一步 找到屬於自己的sunny moment 以前 跑步對於我來說是一場考試 就像溫書一樣 你不會享受捱耕底夜的死讀難讀 但見到自己考試好成績就會很滿足 練得那麼辛苦 就是為了想站上頒獎台最高一層而已 但慢慢 跑步對於我來說 就只是變了一本喪失趣味 又要死讀的書 這麼努力 究竟是為了些什麼 所以 我決定了在二年二的時候退役 直到在書院的鼓勵和幫助之下 我拿到獎學金 令我可以去美國交流 每天在學校附近慢跑 我在想 跑步其實除了做成績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意義呢 我想突破自己 但不再是為了做成績 我想令更多人都知道 我榮譽的背後都經歷過失敗和挫折 等灰心的人見到我的故事之後 願意再次相信自己 慢慢 我明白到沒有什麼比善良好 享受活在當下更加重要 所以我復出在跑 我想跑步不是一個人的運動那麼簡單 跑步其實是一個令身體和心靈都成長的過程 亦都是一個令身邊的人都感染到我正能量的過程 我的身體時刻 就是找到屬於自己的步伐 在大學中找到自己的節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不過我覺得大學試驗中 如何找到屬於自己的旋律 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名題 我第一次進入CF 就覺得孫研專有一個可以給我發夢的地方 我可以跟其他同學交換意見 亦可以做一些brainstorming 對於我來說 創作和創意其實是一個try and error的過程 而孫研專開設CF 就正正令到我一個地方去試不同的東西 發揮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 加入CF沒多久之後 其實就去到畢業的季節 看到很多人拍完照之後 花都不要 我看到這些裝飾品或者花 其實用完一次就不要 就覺得很浪費 我就在想 CLab其實是否有方法可以幫忙去改善這個問題 看到這些花 我就決定收拾它們回CLab 用不同的方法整成乾花束 就送回畢業生 希望可以延長這些花的壽命 除此之外 我亦都想了用木去做一個煲煲橋 這些木其實就可以循環再用 這個就是我在CLab籌辦的第一個green photo day 我就覺得CF不單止是一個 給大家發揮創意的公共空間 更是一個令到大家可以有持續改變的incubator 其實我就覺得無論是FIP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大家都可以在CF裡面 想一些創新的鏡頭或新的想法 這個應該就是真正的creativity 我的Sandy Moment 就是將想法附主實行的一刻 選入五而算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 有很多空間可以讓我嘗試 實踐自己的想法 只要有心 一個小小的想法 都可以成為改變社會的大購賞 到EF3 那時候中大其中一個消級市場想擴展 我和幾個同學就在想 為什麼消費者不可以有多些消費的選擇呢 如果我們可以引入小店的貨品 不但同學在買日常用品的時候 有多一個選擇 更加可以令到小店多了生意 這是一個Win-Win的雙贏局面 就是因為一個這麼簡單直接的原因 我和幾個同學聯合創辦了三成士多 由找鋪入貨到銷售都一手一腳包辦 之所以有這麼多私心幫襯 其實都很感謝孫苑幫忙做宣傳 給我們在孫苑擺攤 派Leaflet 還安排了不同的傳媒訪問 讓更多人知道什麼是三成士多 在大學幾年 我確保了自己的接觸面 經營了一年的三成士多之後 我才發覺幫助社會的弱勢社群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作為一個法律系的學生 我了解到不是很多人 充分認識自己的法律權益 我好希望可以應用自己這幾年 在大學所學的知識 完成學業之後 去做無償的法律服務 幫助更多社會的弱勢社群 我的新年是發現自己所學 可以回饋社會 綠色生活是我個人的信念 也因為這個信念而解了五兒孫書院 直到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那年 我和書院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參加比賽 思考香港如何更積極地應對氣候變化 這次經驗令我發覺個人的力量其實很大 面對嚴峻的環境挑戰 我們不單要想如何去改變政策 更加要透過個人的力量 換成公眾意識 以實際行動支持環境保育 在比賽中 我們創辦了Fair低碳本地遊 一個推廣低碳旅遊資訊的平台 意外地獲得冠軍 贏出比賽之後 我們抱著紅心壯志去拓展Fair 但初起步的時候遇到不少挑戰 幸好有書院介紹我們給不同的導師和傳媒認識 令我們增加曝光率 亦都逐步摸索到可持續的營運模式 將Fair發展成社企 Fair起步沒多久 好幸好獲得出版社邀請出書 我們的團隊用一年時間寫了《低碳好行》這本書 介紹香港的郊遊路線 附帶環保知識 讓大家帶著環保心態 錄遊香港 除了寫書之外 我們還會定期舉辦導賞團 帶大家探索香港的背景 了解當中的生態環境和文化歷史 每次帶團都有意外收獲 例如有次參加者跟我說 不是我們的導賞 他都不會去到香港這麼美的地方 他這番說話令我很感動 我猜這些就是錢都買不到的滿足感 我的Sunny Moment 是用自己的力量 為社會帶來少許改變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選五兒孫 因為我希望每位學生 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的熱誠 為這個社會出分力 你們的Sunny Moment 就是我的Sunny Moment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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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